一个名叫瑞的六岁男孩 被送到急诊室 因为发现他行为奇怪 他的奶奶打来电话求助 你了解到当医护人员赶到现场时 瑞正在哭 激动并语无伦次 动作呈现运动机能失调 医护人员还注意到 他的呼气中有酒精的气味 在送往医院期间 瑞一直用力呼吸 意识水平也在下降 瑞现在处于昏迷中 但用力呼吸仍在持续 除此之外 没有明显的创伤迹象 或任何其他紧急医疗状况 综合临床评估 没有提供任何相关情况的线索 瑞的头部没有明显的创伤 没有颈部僵硬 他的瞳孔对光线同样有反应 奶奶介绍说 瑞先前没有病史 他还回忆说 今天早些时候 他在做饭时 瑞正在屋外玩耍 当他叫他吃饭时 发现他的行为有变化 由于他的病情十分严重 便对他进行了动脉血气样本采集 对于本例 以下是ABL血气分析仪 相关的患者结果 未解读报告 你可以使用简单的Tic-Tac-Toe方法 根据参考区间 将PH值、PCO2和碳酸氢盐的浓度 记录在相应的列中 患者报告评估显示为 轻微呼吸代常的代谢性酸中毒 ABL血气分析仪 ABL血气分析仪还计算出 因离子间隙AG 该数值呈现急剧升高 某些因素正在影响代谢 尽管患者从彼氧中 获取了足够的氧气 瑞是否患有肾衰竭 或是中毒的情况 当代谢性酸中毒发生时 记住因离子间隙升高的 各种原因是很有价值的 因为接下来便可使用排除法 为此可以使用各种助记法 可以使用Modpels 这个首字母缩略词 Modpels代表 甲醇、尿毒症、糖尿病 本乙双瓜、二甲双瓜或普热系统 铁、乳酸、乙醇、乙醇、二醇 和水阳酸盐 综合对瑞的病史了解 亲属和医护人员提供的信息 临床检查 以及动脉血气分析 你可以得出结论 可能的诊断是 甲醇或乙二醇中毒 根据这一信息 你可以在患者入院后的 很短时间内开展治疗 治疗过程中 瑞还接受了脑部扫描 排除了其他意识减弱的原因 几个小时后 瑞仍受到中毒的影响 但变得更加清醒 实验结果出来 排除了乙鲜胺积分和水阳酸中毒 但确认血浆中的乙醇浓度显著升高 新的血气分析 显示情况有所改善 万幸得到了有效治疗 第二天总算是有惊无险 瑞明显状况好多了 能够说明在中毒之前发生了什么 他承认 喝了在汽车附近发现的 饮料瓶中的蓝色液体 根据这一描述 他的奶奶能够断定 该液体就是冷却剂 ABL血气分析仪的患者报告显示 本例为因离子间隙升高的代谢性酸中毒 血气分析结合排除法 有助于快速提供靶向治疗 并监测和确认初始治疗的效果 观看其他病例视频 了解ABL血气分析仪如何帮助诊断疾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